7月,随着旭利亚政府军逐渐收复反对派武装占领地区,旭利亚民防组织,也就是白头盔,的去向,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一期。 据路透社报道,近日以色列军方采取行动,数赞出约800名白头盔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,并被送了邻国约旦。 约旦华方表示,约旦接受了西方的请求,将暂时安置这些白头盔及家属,根据约定,这些人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被送往英国、德国和加拿大。 据以色列军方发布的信息称,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要求下,以色列最近出动军方从旭利亚境内输出了旭利亚民防组织,也就是白头盔成员和他们的家属, 并称此只事出于人道主义救援,这些被救出的白头盔成员及家属,随后被送往约旦境内。 约旦官方今天也确认了这一消息,并表示,接收的白头盔成员及家属人数被罚百人,并称这些人在叙利亚南部政府军收复反对派占领地区的军事行动中,受到了生命威胁。 一名约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,约旦接受了来自英国、德国和加拿大的请求,同意这些白头盔人员和家属入境,并提供暂时的避难所。 他表示,这些人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地点,根据此前的协定,他们将在三个月内被送往英国、德国和加拿大。 加拿大官方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,他们统一接受50名白头盔志愿者以及他们的家属。 这意味着最终的接收人数,在250人左右。 加拿大方面在周六表示,加拿大会和英国、德国一起保障白头盔成员的安全。 据CNN此前报道,随着叙利亚政府军不断收复西南地区的领土,西方国家正在讨论撤离这些地区的白头盔成员及其家属。 报道着,在本月的北约的峰会期间,西方国家就这一问题,进行了多次对话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接受白头盔成员,但同意帮助流水以色列和约旦违背为矿的白亏寻找撤离路线,英国和加拿大可能会接耐一些白头盔成员。 德国也表示会参与救援和安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